大千世界,无其不有,欢迎关注,妙妙奇闻,历来战争都是每个国家之间的较量,每个国家的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国家奋力一战,而在这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少不了的,就算是在和平年代每个国家也会有自己的特殊情报人员,通过截取和破解对方的暗语来了解对方的实力,而最近澳大利亚媒体就报道了一个隐藏已有关于情报的秘密, 再上世纪八十年代,美军一直在频繁的监视我国的各种军事活动,除了他们派出的大量的无人机到中国窥探之外,美国也在海上密切的关注中国的海上力量,由于当时美军的核潜艇不适合执行这种前沿的侦察任务,他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澳大利亚海军对于美国盟友交给的任务,澳大利亚军方非常的重视,特意挑选了一大批善于情报工作的人员, 到专业的学校里学习的汉语,这批情报人员的汉语水平可以直接秒杀汉语专业的澳大利亚大学生,其汉语听力水平已经达到专家级水平, 其实在二战时期,日本也对我国进行了广泛的监听,来获取他们想要的情报,当时我军的应对方法是,所有机密通信人员都不能说普通话,而是用一种流传区域很小, 而且本身非常艰涩难懂的方言江山话,江山话词汇丰富,表现力极强,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与其他方言不同的语气,再经过改编,只使用暗语, 到最后就算熟悉江山话的本,地人也很难搞懂了,作为只能听懂普通话的日本情报人员,更是犹如外星语了, 而到了现代各种通讯设备发达,为了不泄露机密,我军的军事通讯员就更加厉害了, 比如过去二套的女兵通信链,所有女兵都可以熟练地掌握30多种方言, 在通讯过程中都是各种方言随意切换,形成独特的外人无法破解的语言密码, 澳大利亚这批经过特讯的情报人员在监听了中国大半个月后,发现根本一句话都听不懂, 报告上集称,中国军方使用的根本不是中国语,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外星语, 无论是从语调、词汇,他们都没听过,其实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, 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方言,就算是本土的中国人,也不能把所有地区的方言都听懂, 更何况只学普通话的外国人呢,中国语是世界公认最难学的语言之一, 外国人能学会最基本的汉语就很不错了,要想熟悉中国各地的方言, 简直就是难于登天了,怪不得他们认为是外星语了。